21世纪末,一颗小行星撞毁在欧洲,带来一种名叫模仿者的外星生物,它们迅速蔓延,很快就横扫欧洲大陆,最终70多个国家联合作战,全员配备先进的机械战甲,这才开始逐渐占领上风。 为了能一举消灭外星生物,人类将力量汇聚一起,制定了一个歼灭计划,但由于人数不够,人类开始疯狂征兵,而阿汤哥作为宣传大使,也误打误撞地被将军抓了撞钉送到军营。 就这样,阿汤哥莫名其妙地加入一支小队,尽管他没受过训练,甚至连武器保险都不会用,第二天还是穿上技甲,被迫登上飞机奔赴前线,这种征兵就意味着人类的伤亡远远超出媒体的报道,很快阿汤哥到达战场附近,他们要在百米高空切入,然而还没抵达坐标,运输机就早受袭击,危机关头,众人只能仓促跳落,好在阿汤哥运气不错,成功着陆,但他的队友可没那么幸运了。 战场的一切都让阿汤哥无比震惊,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这哪是偷袭啊,分明是送死。 外星人似乎对这场骑袭有所防备,发动了大规模反攻,由于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他只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进。 调试武器时,人生头一次看到了敌人的样子,那一只巨大的怪物远比镜头中恐怖,也比镜头中残忍,他们挥舞立爪撕碎着一切。 看着看着,阿汤哥害怕了,他扭头就走,想当个逃兵,这举动被指挥官看在眼里,一把抓住,又给他扔回了战壕。 战士们都在观察敌情,丝毫没注意身后钻出来一只模仿者,仅仅数秒,战士就被撕成了碎片。 阿汤哥慌忙掏出武器反击,最终在一顿胡乱扫射下,成功将怪物击杀,还来不及庆祝,又出现一个更凶残的夺风车。 阿汤哥还想不讲武德搞偷袭,然而子弹早已打工,更糟糕的是,开枪的声音让阿尔法觉察,想着自己必死无疑。 汤哥直接拿起一旁的地雷,选择与他同归于尽。 当他再次醒来时 竟回到了新兵训练营 来到了战役的前一天 看着军官他一脸懵 就这样他再一次被送上战场 再一次经历空袭 再一次经历死亡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时间循环 只要死亡时间就会重置 来到战役的前一天 为了不重蹈覆辙 他告诉长官这场战役是一个陷阱 大批的魔防者正埋伏在那 可这话长官只是笑笑 丝毫没听几句 毕竟这年头想当逃兵的人太多了 由于他一直喋喋不休 最终被脚步封上嘴巴送上了飞机 数次沟通无效后 阿汤哥只能凭借预知能力 尽全力拯救每一个人 在一次次失败后 他救下了人类最强女武神丽塔 看着他预判怪兽的位置 丽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他扔下武器朝他大喊 士兵正在训练 突然朝卡车滚了过去 瞬间就被压成肉泥 可下一秒 他竟然又在训练营醒了过来 原来阿汤哥意外获得了重置时间的能力 只要死亡就会重来一次 依旧是训练 依旧是朝着卡车滚 不过这次他成功了 趁着无人发现 他找到了战斗天使丽塔 在一番述说下 丽塔并没有质疑 而是一脸震惊 带他来到车间找到一位博士 这个博士可大有来头 他曾是白宫的首席分析师 由于人类多次偷袭怪兽都已失败告终 他们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提前埋伏 导致人类伤亡惨重 这让他觉察到怪兽内部可能有时间循环的能力 可这言辞却被当成疯子 最终被分配到车间 直到丽塔的出现 才证实了他的观点 在进一步的调查后 终于摸清了怪兽的能力 原来每618万魔防者中 就会出现一个变异阿尔法 他有一个被动 只要被杀 怪兽的主脑欧米加 就会像阿汤哥那样保存记忆 并回到过去 因此人类很多战役都受到埋伏 被屠戮殆尽 阿汤哥还是有点懵 那如果真的这样 反而当战役 人类怎么占据上风的 听到这话 阿汤哥有些不寒而栗 随后丽塔解释道 他之所以能够重置时间 就是碰巧吸收了阿尔法的血液 现在他就是战争中唯一的破局者 但是这种能力并不是很久的 只要阿尔法的血液被吸食 能力就会丧失 之前丽塔就是偶然的一次输血 丧失了能力 为了让阿汤哥成长 他们开始卡bug 疯狂刷属性值 通过一次次的复活 阿汤哥越来越强 和欧米加的连接也越来越紧密 最终看到一段画面 显然那就是欧米加的藏身之地 然而到达这里必须穿越明日的战场 就这样 他和丽塔一次次死亡 一次次实验 总结出一条安全的道路 计划很成功 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由于朝夕相处 阿汤哥对丽塔产生了别样的倾诉 他发现只要带上丽塔 他的结局都是牺牲 阿汤哥想过规避 可仿佛是命中注定 结局无法改变 最终他决定孤身一人去处理此事 无动于衷 因为他明白 如果不解决欧米加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为了杀掉外星生物主脑 独自一人前往大坝 可他刚进入 一只触手就将武器打飞 随后将他刺伤 看到这里没有主脑欧米加 男人明白 这是诱惑他的拳套 见行动失败 阿汤哥果断自杀重置时间 再次回到战役之前 复活后他告诉博士 博士说 如今赢得胜利的方法只剩一个 那就是拿到将军手中的定位器 再次锁定欧米加的位置 阿汤哥一听果断处罚 经过数次复活不断尝试 终于拿到装置 然而刚出门就被士兵围剿 再次复活时 他们血聪明了 从地下车库逃亡 可这依旧被追杀 进机关头 丽塔用装置刺入他的大腿 画面瞬间侵入阿汤哥大脑 是巴黎卢浮宫 原来主脑在这里 但在这时 车辆被机械士兵逼停 他们也被安全气囊振晕 等阿汤哥再次醒来时 阿尔法的血液已被吸食 恰好立塔潜入来拯救他 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知道 重置时间的能力丧失 他们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两人趁着夜色回到基地 找到小队成员 述说身上发生的一切 还有欧米加的位置 成功获得众人的信任 末日赶死队就此成立 随后偷了一架飞行器 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卢浮宫 飞机上 正当汤哥讲述 阿尔法重置时间的原理时 运输机 原来感知是双向的 欧米加已经意识到 今晚他们会来入侵 但尽管处于逆风 小队也没有丝毫畏惧 他们明白 这次失败 人类就真的结束了 最终在队友的牺牲下 几人成功下落 但这只是第一步 要知道 这里距离主导有上千条魔防者 最终小队决定牺牲自己 让阿汤哥潜入刺杀 看着同伴用自爆拖延时间 他知道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这次计划不容有时 在一阵激烈的交战过后 阿汤哥和丽塔成功抵达卢浮宫 并在飞墟中堵住了物 紧急着 两人兵分两路 丽塔负责吸引剩余怪兽 但外星生物识破了他们的计谋 阿汤哥刚跳入海底 阿尔法就搁了上来 直接刺穿他的身体 忍着剧痛 阿汤哥拉开手雷 扔进外星主脑中 随着主脑爆炸 外星生物也瞬间瘫痪 由于阿汤哥近距离接触 导致他再次获得时间重置的能力 等他再睁眼时 回到了最初的开始 不等他反应过来 发现将军正在发表演讲 说巴黎发生了爆炸 所有外星生物在瞬间死去 人类获得全面胜利 最后阿汤哥回到了兵营 选择重新认识 那个他最熟悉的陌生人 明日边缘可以说 是不让人疯狂惊喜的动作片 不过电影是happy ending 现实却没有时间回滚 所以珍惜时间 把握住每一天的打怪经验吧 让自己能在面对最终boss时 能游刃有余地拿捏他